嗨,大家好,我是安主 今天我要來玩Wartile 这是一款融合战棋与即时战略的游戏 玩家要率领围巾人,进行冒险 那因为用讲的好像比较难懂 所以就今天开始进行游戏吧 这个传奇竟然开始 这个世界风云云变幻 充满了嫉妒和对权力的渴望 想要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存下去 你需要拥抱古老的传统 探索神话并沿着神的足迹前进 这样才能最终揭示他们的秘密 驾驭他们的力量 最终你将在这个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让你的传说永久流传下去 你的旅途即将开始 这是北欧战棋的进攻 北欧战棋 维京人 维京人 在成为首领或官前 都会寻求众神的祝福 通向圣树埃尔德路 深入沼泽 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所以有是扮演维京人吗 旗子一旦攻击或受到伤害 就会进入攻击冷却 这意味着如果你的旗子能一直攻击 好快速 那个小提示一下就过了 埃尔之类 想要穿越被称作埃尔之类的沼泽十分困难 他在白天被祝福 在夜晚被诅咒 那里有一棵血红的树 无言地表达了嫉妒的悲伤 还有失去的爱情 在灵明时如果一个人献上了合适的祭品 就可能收到埃尔的祝福 什么是合适的祭品 现在是 祭品 向治愈之神埃尔献祭一头铺路动物 这是陷阱 把陷阱拖洞到地图上布置他 小心别踩上去 旗子移动和 冷却 使用组件 拖曳旗子可以移动 当一个旗子移动后 他必须等到移动冷却 才能再次移动 话说 化石可以再更好吗 用用看极高会变怎样 有变吗 有变吗 没什么感觉 这是提示 它可以移动 然后 这是什么 在提示上按下左键滑鼠 哦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吗 然后目标卡牌 这是什么 屏幕右侧显示当前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首要目标 其他目标是次要目标 完成首要目标为在完成当前地图后获得奖励 但是只有完成所有目标才能解锁更高难度获得新的奖励 目标吗 不太懂 所要目标 次要目标 把陷阱拖在地图上布置他 哪里有陷阱 陷阱这个吗 这看起来像陷阱吗 觉得不像 这里有什么 这里有个箱子 这是什么 好像一个镰刀的东西哦 然后前进 前进 这里有一个 说明的 骑子会自动攻击犯为内的敌人 骑子底部的彩色圆圈 代表骑子当前生命值 圆圈越小 说明骑子越接近被摧毁 中间那个 红红的那个吗 类似血量之类的 东西吧 然后可以踩上去吗 打架了 二打一 这个 这个有 这位有拿盾应该算是 有点类似 防守专用的吧 技能卡牌 每个机子都有独特的技能卡牌 卡牌 它们会随着你的升级而解锁 技能卡牌显示在屏幕左下角 嗯 右左右左 确保经常使用它们 它对它们对你获胜至关重要 在一段冷却时间后 你可以再次使用它们 只要冷却过了就可以再次使用吗 好 这里还有一个宝箱 先拿宝箱 先拿宝箱 是钱吗 那怎么 对抗它们比较好呢 竟然也有盾 这样可以拉近 定身的话 应该用不到 我说砍树有什么好处吗 不太懂 这里是要走这里 从这边进去吗 进来了 先拿宝箱 这是个陷阱 什么 不太懂 戳 打他 定身先不用用到吧 哦 是这个吗 要拿陷阱 有拿盾的两个一起 再来护K 有点麻烦 再继续 拿取陷阱 这个算是有数量的吗 这有什么东西 战斗点数 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不懂 接下来是什么 陷阱 直接拖战斗卡牌到地图上使用它们 使用战斗卡牌会消耗屏幕下方中央的战斗点数 这个 通过击杀敌人或者与环境互动可以获得战斗点数 大概了解 然后开箱 砍树 这里有什么可以砍的吗 是因为它挡住了吗 它也可以 诶 诶 试一下这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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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難拿 可以把他再拿起來嗎 好像不行 不行 太尷尬了 自己踩自己的陷阱 看來不能隨便亂用 有點看不到路 是這個嗎 把羊放到 祭品 祭品 應該沒有 還有敵人嗎 就在旁邊 這個傢伙 有劍了 喔 他是魔法師嗎 定身 定身要怎麼使用 這樣 嗯 這樣嗎 定身 這隻好像有點亂 他又跑掉了嗎 又跑掉了嗎 怎麼會一直跑掉 揍你 那有人可以一直這樣飛來飛去的 太不科學了 欸 還活著 你是哪一招 你也太 太奇怪了 把祭品放上去了 把祭品放上去了 金已經被他察覺 你收到治癒力量的祝福 怎麼叫治癒力量的祝福 所以你的旅途已經開始了 清楚這裡的強盜 得到神的祝福 是一個好兆頭 既然你等待著夜晚的降臨 那時詛咒會被喚醒 夢夜 將會來臨 什麼東西都 這是算分數的時間 自己採也算是完成任務嗎 然後這是 擊倒的敵人 戰鬥點數 這個是重玩地圖 這是 錢幣嗎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什麼 新的神力卡牌 然後呢 這是什麼 物品 接下來是這個嗎 返回菜單嗎 這應該 就是一個副本一個副本 這樣進行下去的 遊戲方式吧 所以這是菜單 戰役地圖 然後 酒館可以購買新的旗子 增進你的旗子 穿戴裝備 有什麼裝備嗎 這是原本就穿著還是沒穿著 優勢對抗 優勢對抗 以裝備的列等 價格 或是說這個三個圈圈是什麼意思 想知道 已經有的數量 然後 攻擊力差不多 攻擊力差不多 這個是什麼 看不太到他的屬性 這個是什麼 防禦能力 然後 攻擊力嗎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就這樣 然後 換角色 他沒有拿到東西 就只有他拿到 裝備管理介面 然後這是什麼 符石管理 這是什麼 高級 護甲 符石 可以增加 他 防禦力 跟 要 給他裝備好了 他要裝備 命中好了 還是傷害 下面這個又是什麼 獨特的符石欄位 這個又是什麼 技能菜單 定身 盾擊 他是盾擊 大概是這樣 然後 要怎麼回去呢 回去 喔 直接點這裡 牌組管理 這是我可以攜帶的牌組嗎 神力卡牌 是這樣嗎 這家 這麼多卡牌 有 可以治癒的 然後 酒館 他說可以 可以 新的棋子有嗎 呃 在酒館可以看 新解鎖的棋子并購買他們 好像沒有棋子 呃 大概 棋子架 這是什麼 喔 選擇參戰隊伍 最多可以用 12345個吧 然後 牌組管理 選項 地圖難度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接下來是要選 商人 我可以買東西 有錢嗎 呵呵 沒有什麼錢 這些都好貴喔 還是算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頭盔啦 呃 算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好的 東西吧 呃 接下來要 前往的地方是 這裡嗎 然後 榮譽等級 每一張戰場 地圖都有三個難度等級 每個難度等級 都有一張推薦榮譽等級 如果你的榮譽等級 等於或大於 地圖的榮譽等級 說明你已經 做好了 挑戰的準備 如果你的榮譽等級 較低 將會面臨 艱難的戰鬥 這是榮譽等級嗎 所以 我應該要 現在是2的意思嗎 喔不對 這是棋子數量 喔 這也是榮譽等級 所以先挑戰這個 才是 正確的吧 是這樣嗎 被遺忘的北歐 呃 在夜晚 被遺忘的北歐人醒來 後會大開殺戒 為什麼 傳說這個詛咒 源於 冥界之盧 他能從冥界召喚 死去為金戰士靈魂 解除這個詛咒的人 毫無疑問會被當作 英雄世代傳送 而且還會取悅神靈 出發 開始 接下來是要去什麼奇怪的 解開詛咒嗎 被遺忘的北歐戰士 從他們的長身處爬出來 嗯 骨頭嗎 骷髏頭 有一些亮亮的奇怪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 伴隨著黑暗中 傳出了金屬摩擦身 還蠻多的 對 所以我在這裡過一晚 然後就出現這個事情 從古代北歐人手中奪取冥界之盧 然後使用圍巾船之逃離 瘋狂的被遺忘的北歐人 不斷從對岸過來 摧毀他們的船 移阻止他們 這個嗎 還是哪一個 黃色蚕蜀找到隱藏的煉金實驗 這個嗎 來提取黃色蚕蜀的毒素 現在要往 這個是什麼 從高地攻擊下方 敵人會獲得額外的防禦加成 利用這一地形優勢 出發 這裡 只過了一晚 就 就那麼麻煩 最後是什麼 黃色蚕蜀找到隱藏的煉金實驗室 來 提取黃色蚕蜀的毒液 煉金實驗室 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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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難打 從他背後 敵人有點多 拿個寶箱 這裡有點難拿到 這是盾牌嗎 接下來繼續往下走 從背後攻擊 應該算還好 不會很難的關卡 這又是什麼 冥界之爐 從古代北歐人手中奪取冥界之爐 然後使用為金船之逃離 哪裡 誰 古代北歐人手中 冥界之爐在誰手上 記得要出洞口 就殘除 抓到殘除了 可是我的血怎麼那麼少 等他們 接下來 下來 有回血的應該沒什麼問題 遺跡 附近的 遺跡是什麼 在你脫離戰鬥火站在遺跡旁邊 點擊他們就可以使其激活 他們會回復旗子的全部生命值 喔 儲存當前遊戲進度 如果你的棋子陣亡了 你可以從這裡從事 當你離開當前地圖時 儲存進度不會保存 不會不會保存 先 這樣 這樣 這樣有回 回滿嗎 就這樣嗎 就這樣 沒有回滿 不是應該回滿嗎 喔 馬上出來就遇到了 這個閃閃發光到底是什麼 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特殊地形 帶有特殊地形的地形格子 會附帶一張圖片說明他們的功能 床邊的格子會不斷重生敵方單位 直到你摧毀了船隻 注意這些帶有特殊功能的地形 確保你知道他們的功能 所以說這裡會一直 產生敵人就是了 所以要把船隻摧毀 這裡還有寶箱 只能靠他 站在上面的人攻擊 然後 這個是有頭顱的那隻嗎 先讓我收集一下 然後 準備 準備對抗 放在這裡好了 他會過來嗎 他不會過來嗎 他不會過來嗎 好像 他走得很慢 都可以先來到這裡來了 呃 呃 定身 他好像攻擊不到他對不對 有點麻煩 那你抓這個好了 那你抓這個好了 有點麻煩 回個血 回個血 來 攻擊 攻擊 他也會召喚嗎 快沒血了 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這樣算是解 解決了他了 這是中毒嗎 糟糕糟糕 好 明界之爐 當你拿起明界之爐 使你 到明界勝出被詛咒的靈魂對你呼喊 呼喊什麼 呃 有兩個任務是什麼 一個是要把船全部摧毀 對 接下來 有點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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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的技能不一樣嗎 兩個人的技能不一樣嗎 你來打船 你去追青蛙 然後 完成 繼續前進 追青蛙 追青蛙 攻擊 從背後打他 繼續攻擊船 哦 這樣也打得到 追青蛙 你把他擋下來 我去打船 後退一下 後退 先 8隻 還有1隻在哪裡 少一隻 等下要去找青蛙才行 不知道在哪裡 少一隻青蛙 少一隻青蛙 打牠 青蛙在哪裡 應該是 有十隻吧 是這樣嗎 喔這裡 喔這裡還有兩隻 接下來 就快速移動 為了抓青蛙 快速的移動抓青蛙 按到了 剩下那隻交給你了 去實驗室做準備 分工合作 抓到十隻了 還有 可以繼續抓耶 所以牠會一直出生的樣子嗎 接下來去什麼實驗室嗎 哇兩個離太遠好難操作 有點難操作 再抓 喔 抓到的時候牠會從那邊出來 進去看看 喔 奇怪的 怪物在那裡 蛤 回血 定身 盾擊 一次就把所有的技能全都用完再回個血 蛤 有毒 有毒 這是什麼 提取毒素 完成 這裡可能 應該不能踩吧 好像只要有一個人 走到就可以兩個一起出發 所以 沒什麼 沒什麼問題 三個任務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可以走人了 接下來應該就繼續騎航 當你帶走冥界之爐後 沼澤的詛咒似乎解除了 你意識到了 你只是眾神間遊戲的一枚棋子 更加讓你想要掌控自己的命運 安住左鍵可以加快速度 Supp비 不是按住 應該是點擊 點擊左鍵可以增加 新的棋子嗎 這是誰 你是誰 可以購買新的角色之類的 先看一下他多少錢 人數多應該比較方便吧 比較不會死掉 你是谁 他是一名宝兽战场的围巾战士 总是作为前线的盾强 无数次的突袭 证明了他的能力和忠心 他精通防御技能 能够经受敌人的无数打击 让他的队友有机会 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 一名忠诚和精良的善事 总是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做好了准备 25块 就是你了 围车 是确定 好我有三个人了 然后装备的话 15 17 攻击力比较集中 诶这个是什么 命中力比较 命中力高一点 这个是什么 当你被集中时有十分之一 10%的几率 去召唤一个被遗忘的北欧展示 给你带吧 劣质的板盾 这 嗯 这个是生命值吗 拥有的生命值 这个会有多5点生命值 但是 板盾可以增加命中 增加个命中好了 然后下一位 这个好像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的武器好像蛮不错的啊 就是这把嘛 是吗 又好像不是 那还是给他拿这把好了 他都没有装备好奇怪哦 运气那么差吗 衰老诅咒 晕眩目标八回合 还好 这个是 可以再放浮沫的话 先从他放防御浮石 然后他也放个防御的 他加上 命中好了 护甲 护甲是增加防御 那这个 这个是什么 躲避 哦这是躲避 那应该 那应该 不能再更换吗 放上去就不能更换了 好吧 那就算了 没办法 这个看一下 突然袭击 战棋 他们两个技能不太一样 但是真的是顿战 嘲讽 他可以嘲讽 啊 这是不太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现在还有三个角色 之后就三个角色一起出去 冒险了 OK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 如果呢 想对我说话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